今天是2024年9月5日星期四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和大家说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移民英国人士的心态 话说前民间人权阵线库召集人 非法初选案被告毛孟静的前议员助理林郑轩 他最近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一轮在废喊之下 用所谓人道良知来攻击香港 他说出卖良知的双面人才是令人最厌恶的 但其实最一时一样就是一帮移英的旺友 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说一说他们的无耻 林郑轩最近受到关注 原因是因为他接受其他媒体访问时 说出了自己在英国的灭虫灭属工作 美国之音就说有人在笑他这件事 笑这位毛孟静的前议座折舵 林郑轩回应的时候 当然表现出一点都不在乎 说自己份工是要考专业资格的 又说大学毕业还灭属不是贬低身价 还说到份工的收入 扣交税之后高过香港同行 老实说职业就无分贵贱的 在英国做灭属 假如人工做高过在香港做事 那就只可以说你和英国相逢恨晚 早走早着 对你对香港都是一件好事 又这么说食得咸如抵得渴 只要可以在英国享受黄友 口中所谓的自由空气 优良教育 其实就算人工低人一大折 即是跌到地底来 都应该要笑口感接受 偏偏事实就不似预期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林郑轩之后提到 对双面人的厌恶了 访问里面提到灭虫灭属是厌恶性工作 但他说在厌户都需不过 一些出卖良知的人 说英国有自称同路人的骗子 就专做骗人的生意 又说见到一些旧时的皇友 竟然现在是在建制派的 议员办事处做事 他说自己不喜欢做之余 亦都接受不了 这位无孟静的前意座 说到自己这么高尚 看不起道德相面人 但一大群口讲自由 过去英国的皇友 旧时不断踩低香港 今日亦有不少人 胜在英国的人工低 近日网上有一位 前智障学校的资深老师 他说自己在英国收入就低微了 他说自己有时忍不住想 如果仍在香港月入都已经超过八万 反问自己可不可以坚持下去 说要和大家吐吐苦水地说 亦都有仇警的人 过到英国不满意治安 这里一定是要提下 前Chikita老板周小龙 他在去年的二月 驾车被人打烂偷野 他很不满意伦敦的警方 因为证据不足而要终止调查 受访问时 还说要写信向市长投诉 喂 你不要自己爆出来 其实周小龙 就是充满着对香港治安的怀念 希望英国警方处事 可以与香港警队看齐 说了这么多例子 其实都只是想说出一件事 无论黄友在英国做什么职业 过什么生活都没问题 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但要走又要胜 这么多抱怨之余 还要不时在唱衰香港 你说有什么衰格得过你这种伤面人 更加有一班无耻到一面 说香港政权残暴 但是就很有胆量 不怕被人逮捕 这样走回来香港探亲旅游 做事赚钱的妾证 面对着这种伤面人 站在道德高地的林先生 知道应该都会生气 温馨提起林先生在内的皇友 在非法初选案里面 有不少被告求情的时候 都是深表协议的 又是后悔极力地想隔开自己和初选的关系 和以前的声大大无畏无据 齐上齐落 简直就是差天共地的对比 好似你的前老板毛孟静曾经说自己 抗争意志非常高 但在求情的时候 就说自己私下反对揽炒 还说深切反省后 明白涉案计划对公众构成损害 已经有悔意和感到抱歉 这种一时争取支持 一时求减刑的行为 在林郑軒的眼中 又是否出卖良知 而令人厌恶呢 最搞笑的就是 林郑軒为了踩低香港武人权 还用英国的人道灭属 拿来与香港对待政治反造比较 说西方是有一条底线的 黄友的视野永远都只看到中国衰西方好的 如果他这番的说话 有胆跟袈裟的人说 真是别有一番的风味 见着以色列疯狂地侵犯袈裟人民的人权 英国包庇了以色列这么久 现在才叫做暂停向以色列 发放30项的武器出口许可证 但小小限制之后 仍然说会继续支持以色列 根据国际法行使的自卫权 英国和林郑軒口中说的人权 对加沙人来说 简直是难听过粗口 灭蟲灭属也好 执货送外卖驾巴士也好 智力更生一点都不低賤 反而是那种放不低过去 但又要踩低香港 甚至要借香港在那儿找着素的人 他们真是cheap到不得了 真是连蛇虫鼠蚁都不如 当好像林郑軒这些人 说有人攻击英国生活 是所谓中国大外宣的时候 你们受访那把嘴 在不停批评香港 捧高西方 又为什么不是黄色大外宣呢 量知两个字 你帮政棍哪里有资格说呢 好了 今集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这两天打风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下一集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